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里面是写基本出发布里 还有一个布袋 还有这个是里面装着一个可以拿来骂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服务里面到底卖什么药 你们有一个链 上面都有字 两个都有刻字 两个都是Curt Peeperny New York 925 这个比较多东西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整的一个 但是我还是先开买这个大个的这个盒子 我再看半 现在就开开这个大个这个里面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大个的 既然有板这个Raven 会不会就是谁是真的呢 连盒子也是比较大个的 跟刚才第一个开这个 就相差了这个 但是有一些东西会不会全部大大分 就一定是真的 所以还是看着先 一打开盒子 里面就有这个布袋了 里面还有这个卡片 内容是写着 感谢我们选择了他们这个 Tiffany 的这个产品 感觉是很新的 感觉他的布袋就有一个差别 该第一个打开的 它的字是比较深的 然后这个大个盒子开的是比较浅 大家看到这个分别吗 然后现在打开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这个大个盒子里面开出来的箱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致上我看到的是差不多啦 关于这个客制这里呢 和刚才那个小包装的 是有分别的 小包装那个呢 是两边都刻着 Tiffany New York 925 而这个只有一边是刻着 Tiffany New York 925 我的老婆两个英文字 但是刻字又未必是说是真的 因为淘宝买的东西 其实也是很多可以刻字 对吧 现在我就要很细心这样子去看 到底这两个链有什么分别 然后我再猜哪一个才是真的 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下我左手这一边 是小包装的链 然后右手这个是大包装的链 这个左手的呢是会比较粗一点的 然后反而右手这个呢就是比较细一点 第二个分别呢就是那个刻字那个字眼 Please return to 然后左手边这个是大一点的 然后右手边的是比较细小的 那按照这个手工来说 其实这个大包装这个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大包装这个 会比较接近真的 第三个分别一样是在刻字那里 它的 Tiffany & Co 的字眼跟这个大包装呢 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它的 Tiffany & Co 它的 N 那边是完全是黏着的 没有空位的 另外这个大包装呢 它的字 Tiffany & Co 都是有分开的 所以比起难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大包装这个一定是真的的 然后第四个分别呢就是这个 扣这里 这个小包装 它的这个 Tiffany & Co 它就看到比较模特一点 然后这个大包装呢 侧面看的话 会看到那个 Tiffany & Co的字 另外大包装这个圆圆的 扣会比较粗壮一点 然后这个会比较细一点 在手工那一边呢 我就看到这个大包装的手工 会比较细密一点 所以我敢肯定这个大的包装 这个才是真的 现在要让我老婆介绍 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然后我的答案呢 是这个大的盒子 这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真的 大盒子那一个 我猜对了 这个大盒子的这个 这个单在哪里呢 它是用白色的信封 然后它的字 有一点钱 但是看到很清楚 它的单在里面 现在揭晓给大家 看看这个 Tiffany 这个到底多的钱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 Pavilion这个 Tiffany & Co 买的 现在就 揭晓这个价钱 940块 马币 其实这个链是830块 而已 但是多了这个 110块这个客名费 所以 总共就是940块 其实这个 这个价钱是蛮不错 入手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 就比如情人节 还是 女朋友 老婆真的 也可以买 不要看到这个 Tiffany & Co 这个资源 就 不敢进去这个店 其实价钱 是还不错的 你可以在online那边 看了价钱过后 看哪一个款 是你喜欢的 再进去 节目呢 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影片 有帮到大家可以分别这个真围 大家可以share出去 当然 在share出去之前 记得按赞 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